各位朋友,大家好,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 一方面呢,最近这个数字币合约的行情比较大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有点懒 经过了前几天,前一段时间 美国股市嘛,熔断,原有暴地 比特币太坊呢,主流币呢,也跟着暴跌 我主要是先跟大家会保下 我主要是,现在主要是做数字币合约 因为这个合约呢,杠杆比较大,风险也很大 但是呢,如果说能做到稳定的话 利润也是非常大的 有朋友跟我在下面留言,也经常 知损被扫 其实这个情况呢,也很正常 我也经常被扫 被扫了我们就认错吧 被扫说明是,我们一个就是说是开错方向了 那错了就要认错 对吧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持暴点,这个位置啊,我们开的不好 这个持张点的位置,我们有问题 那肯定也要止损,有问题肯定也要止损 那今天呢,我拿了几张图片出来 咱们大家看一下 这张图呢,是逐渐的震荡上行 但是呢,在这一步呢,在这个一步呢 就是说是很厉害的沙底,一把沙底 那么,我们在上涨趋势中 可以说是尽量的像这种行情 这种沙底的行情 我们不要去追这把这种行情 这种行情呢,过此是比了 往往你就追到的就是底部 所以我们这种行情,我们不要去追 那么,大家,我们先看一下这步 从这个位置,我把那个集图出来 从这里,趋势线开始,突破趋势线 这里趋势线突破,突破趋势线过后 它其实这里边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三角形整理 三角形整理,突破了趋势线过后 那我上次也讲的,我们小型的两条腿 这边一条腿,这边一条腿 小型的两条腿,那这个两条腿 腿一等于腿二是一样差不多的位置 接下来,经过两条腿过后,上涨过后 它就开始回调 回调到基本上,几乎是上一次的这个平台的位置 基本上回调到平台位置 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差不多回调到平台位置 这边是过冲 这条趋势线 这根趋势线是过冲 然后马上又拉上去 收盘还是收在差不多在均线 二十的均线 二十的均线以上 那么然后接下来 就开始在这个双顶 那很多朋友呢 就会容易上当 这里是个双顶 双顶过后容易上当 因为双顶是下低了 就是开空单 开空单的话 它虚缓一枪 然后又继续 第二步 拉上去 又开始启动 第二步拉上去 又拉两步 又开始上涨 那这个也就是 我继续今天就是讲的也就是 它的特点 它这个 我是讲的是多头 我们 什么基本面 什么消息面 其实都没必要去听 我们就 图表其实咋就都告诉我们了 学会多头是相当重要的 你就像我在举个例子说 这边趋势线突破 这条就是显示 重要趋势线突破 对吧 那这边趋势线突破 是短期的趋势线突破 短期趋势线突破呢 其实它 还是风险还是挺大的 其实还不能去 做 做空 那么 这条重要趋势线突破呢 我们如果就是说 真正的 有点 技术的 比较 熟悉的头表的 那我们可以 在这条趋势线突破的过后 我们可以去 追一把空单进去 那这个则是一把短期的 高频就是很小的一把刮头皮交易 那就是绝对绝对的不能探 这边呢你看到又是到达底部 到达了这个 这边就是到达了又是一个双底 又形成一个双底 所以在这里的话 做空单在这里没有平仓的话 那在这个位置下跌到这个双底 是一定要平仓的 一定要平掉的 千万千万不能去那个摊 那从这里开始 这里开始起步过后 这边到达一个双底过后 它就是开启了上涨行情 对吧 它开启了上涨行情 这个是趋势线 我们是应该要不停的要调剂的 自己不停的调剂 不停的要调 这张图是还是比较标准的 大家看到没有 大家 大家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那可以 我把微信号也挤下来了 大家可以扫一下我的微信号 可以加一下我 那然后呢 我们可以微信上沟通的话 更方便 因为有的时候 我也平时没什么空 把方向出去看视频 去做什么视频 我也难得就是看一下 上去看一下 有没有回复的 有没有朋友跟我留言的 那这样的话呢 你们可以直接 我们在国内的内地的呢 方便的话用微信更方便 那国外的朋友呢 也可以加我下微信 我们也可以 沟通比较方便一点吧 接下来 第二张图 是下跌行情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下跌行情 同样的 首先这一步的下跌 因为我前面 前面这个是基图 我前面也没 没看到是上涨还是下跌 我们就不管它 从这里开始 迪破 它的 底部 这个平台迪破 它就开启了一个下跌行情 这里又是破了它的均线 二十字均线 好 还有一个呢 我们尽量在 二十字均线的下面 不要去做多 在均线的上面 尽量不要去做空弹 它这边是 三浪 经过了三浪的下跌 这边是 一浪啊 这边一浪啊 经过了三浪的下跌 经过两浪回调 很标 这个图屏是都很标准的 三浪下跌 两浪回调啊 这个是刺激反转 这个是 在那个技术理论上面 道士理论上面是 所以 讲的是刺激反转 两浪反转 那么 然后 又开始了 新的一轮下跌 那么 其实 要做 要做它的下跌 是怎么做呢 我们看 趋势线突破 而且是 重要趋势线突破 啊 这条重要趋势线突破过后 啊 那当然 我们说的 均线上面 不去做空 那么到达这个均线 我们就 这边 我们就 这边就可以 低于这个 低于这个 平台 啊 我们就可以 空下去了 就可以这样空单 空下去了 那空下去过后 它其实是一个 一条 这里就是一条 通道 这里 就是一条通道 啊 经过了通道过后 啊 其实从世界方面的话 讲也是 通道经过三推过后 一推 两推 三推 三推 再回调 回调上来 就是破了这个通道 继续在 一把猛力的下杀 啊 这个都是空头去世了啊 觉得在日线图上 啊 我们不要看 只看在日线图上 也看得出 是空头去世 那反弹很多人呢 很多朋友就只说 啊 有感觉啊 这个应该低到位了 低台还可以了 啊 那在这里 就开始去抢反弹 在这里就去抢反弹 顾分的 想去做多单 想去抢反弹 其实这个 这些呢 都是贪的表现 啊 那如果你不破均线的话 那绝对不要去 抢这个反弹 那看到没有 接下来 又是一部 很厉害的一部 下杀行情 又是一部很厉害的下杀 而且 而且 我们根据通道来讲起来 画条通道线的话 我看一下 什么通道线的话 从这里画 就是 以此一条通道线 这边啊 应该是 从这一根到这一根 起初是在这一根到这一根 啊 那这个呢 都是通道 开始 它这个 上去的话呢 都是属于 过充现象的 另外一个 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 这个通道 在这个位置 跟这个位置 它这个平台 在 它的那个 左部 它的力度啊 它的 呃 绿座的力度 开始 这个是很强 然后 这个开始是 开始很 很 很那个 很缓了 已经没有多少的力度了 对吧 应该看得出来吧 那 这一步 我们要做多呢 做空单呢 也是要 破了这个平台 啊 在这个平台位置 破了这个平台 特别是 要破了这个 趋势线啊 破了这个趋势线 破了趋势线过后 那我们就可以 啊 可以 空单就开进去 因为 这种行情 都是 任何人 基本上这种行情就当呢 基本上都 都能够赚钱 就是 不赚钱的呢 很多呢 可能就是 贪 啊 在这种位置 在这个底部位置 还要去再 追 那这个是 完全是 若是 若是 若是空 若是空头 已经到达底部 到达双底了 再去追进去 啊 接下来就是 一波很强劲的 一波 反弹 突破了趋势线 啊 突破了重要趋势线 一波反弹 啊 这一波是 重要趋势线 它突破了 它开始 是 猛力的反弹 啊 那今天呢 我们就 我就 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 多灯 一个是 空头 一个是 多头 啊 那么 下一次呢 怎么再讲一下 就是 震荡行情啊 大幅的震荡 啊 啊 我们怎么样去讲 其实就是说 真正 真正的 把这个 要讲得完全明了 其实呢 朋友们大家 还是要 费很大的心思 啊 能够就是说 啊 把它 多懂这个头 啊 了解这个规律 那我们 其实做交易 也就是说 啊 在 它就是 无规律状态 我们去 找到它的 规律 那么 找到它的 规律过后 然后我们去 捉住它 一段 啊 那当然 这个就 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那 盈亏比 我们绝对 要符合盈亏比 能够做到 常时能够做到 少亏 多盈 盈率是大的 亏损是小的 那 长期稳定 不是梦 啊 在奇数的时候呢 我再给大家 一个 啊 那 由于时间关系 啊 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 啊 谢谢各位收看啊 再见